好,我們今天是中國管理哲學 那麼 課程我們進行到了進度式裝死的管理思想 上星期是第一次講課 這一星期是第二次講課 在上課之前因為有一位同學提了一個 跟老子有關的問題 我就先利用這個機會 先回答一下同學的這個問題 只有一位同學提問 反正同學有問題我就會回答 老子不斷的提到 謙虛利他不利己 會不會無形之中被他洗腦 導致做任何事情無法發揮自己的專業 一位不是一妹,一位,味道能為 你只想著要將功勞給別人 導致我們的 能力受到直線 好 同學所提的這個問題是 多慮 不是說一味的要把功勞分給別人 沒有人跟你搶功勞的時候 那個功勞 當然是你的 可是正因為沒有人跟你搶功勞 所以其實也沒什麼功勞 那可能就是你自己該做的事情 要意識到把功勞給別人 是因為有人要跟你搶功勞 是因為有人要跟你搶功勞 那就表示你所做的事情呢 萬方矚目 很多人都很在意 獲得很大的成就感 那是一個 榮譽感 获得这种荣誉感成就感的利益的时候 这成了一种欲望 他可能就会嫉妒你 在这个时候 为了你未来依然有机会继续为大众服务 不要把人际关系弄坏 所以你要懂得把功劳分给别人 这样明白吗 所以你自己的能力完全不会受到影响 你的能力还是一样发挥 甚至你还要增加一些能力 就是除了做事情的能力之外 还要意识到人心的反应的能力 这部分的能力也要建立起来 因为你做一件事情 得到了一个能力的成长 但是也在周围所有的人的心中 留下了一个形象 这个形象就是能干 有能力 然后呢 骄傲自大 轻视别人 或者懂得谦虚 退让 包容别人 跟别人一起合作 功劳愿意跟别人分享 权力愿意跟别人分享 利益愿意跟别人分享 如果是后面这样的一种形象的话 下一次又有做事情的机会的时候 人家会 想要继续找你来合作 让你能够呢 又有再一次 为团体奉献 的机会 那么你所有的能力 又可以继续提升 然后又可以发挥 关键就在这里 我们做利他的事情 一定是关系到很多人的事情 关系到很多人的事情 有些人就是单纯的被你服务的 被服务的对象 有些人是要参与这个服务的事业 从中获得他的成长 甚至获得他想要的荣誉 成就感 所以你不只是你的能力范围 可以能力类型 可以服务的对象 受到你的服务 你还可以服务 有能力提供这种服务的人 他服务的希望 也被你服务到了 这样明白吗 你也服务到他想服务的希望 那你就增加了你的能力 这是老子提供给我们的智慧 好 各位朋友这不叫洗脑 那这个叫做智慧的开启 智慧的开启跟洗脑 其实是同一个动作 但洗脑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一个不好的思想 智慧的开启就是说 这是一个好的思想 好的智慧 好 希望同学们能够正确准确地理解 接收到老子智慧的讯息 好 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庄子哲学 庄子在管理哲学上 一样是非常有用的 管理是人群当中共同的事物 大家一起来经营 大家一起受贿 这个时候 有人与人之间的 做事情时候的一个机制 一个阶层 一个管理的架构 指挥的脉络 那管理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它的意义 但是呢 人们在进行这样管理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 情况 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管理的温柔 或许是 领导者 根本不想 这一个任务被执行 固然分配了工作 获得工作的干部 如果太认真执行的话 管理者反而会找他麻烦 管理者自己可能 领导者自己可能 不希望这个任务被执行 但是基于民愤 基于公益 基于社会舆论 基于公众利益 管理者不能够明讲 明讲呢 他就被从管理者 领导者的位置拉下来 但他有私心 他有欲望 他心变坏了 这个时候作为执行者 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这件事情 确实是攸关国际民生 攸关百姓生死 攸关国家安危 那么我们要有 儒者的情怀 不管领导者心里怎么想 事情要把他办成 但是要有一种装子的心情 就是事情办成以后 你会莫名其妙的被领导者赶走 那这个时候你就笑一笑 离开就好 因为事情已经办成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太去想 你的功劳 这比刚才老子讲的那个情况还严重 你没有罪就不错了 这时候不用去想那个什么功劳 就笑一笑就离开 接下来你知道 在这一个领导者还在主掌权力的时段 你是不可能在体制内的正式的主管 承办人的身份 就是你不会在体制内再有名位了 然后为体制做事 但是你的生命还很长 你的精力还很旺盛 你的智慧还是非常的发达 你的人生还充满了能量 这时候你要干嘛呢 在体制外寻找你生命的去处 这就是装子形态的智慧 可以给我们打开的那个空间 那假设国家危急存亡之秋 国家安危 这是另外一种情况 那甚至你可以把那个很烂的领导者 推翻都是合理的 这时候就进入了儒家革命的思维 那假设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没有那么严重 然后是非也不是那么样的清楚 也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澄清 什么才是最好的 什么不是最好的 马马虎虎这样也可以 那样也可以 群众也没有什么样的要求 也没感受到什么样的痛苦 只是别的国家都在飞快猛进 你自己的国家没有办法进步 但是百姓也没有什么感觉 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那你不可为那就算了 你就自己退出来 那么做你自己的事情 追求你自己个人生命的最高境界的圆满成长 那可以是各种形态的事业 你可以做艺术家 做科学家 做文学家 或者做中医师 自己练气功 让自己身体强壮 长命百岁 这样子 好 碰到这样的一种情况 体制内的角色不可为 那么我们可以做体制外的 自己生命境界的提升 那这边就有这个 我就提了好几个 庄子这个思想的这个架构 那么这边到了第八个架构 这第八个架构呢 是这个 无用之为大用的生活态度 好 什么是无用之为大用的生活态度呢 无用 是对社会体制无用 但是对自己的生命有大用 或者对于非社会体制所能关系到的 全人类的生活 有大用 社会体制管 对社会体制可以管人死后的生活 百分之一万管得到 假使有人死后的生命 你如果是宗教师 那你就可以管得到 你又可以照顾很多 夸耗人 所以绝对有社会体制之外的事情 是有智慧 有能力的人 可以去经营 可以去观照 就算不是众人的事情 而只是自己个人的事情 那也是值得自己去投入的事情 那这就是无用之为大用 在社会体制的正式的名贵之外 找到你自己活动的空间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 也可以说这个世界有体制内的秩序 没有体制外的秩序 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是体制内的秩序 有一些生活是体制外的秩序 体制内某某人是国家领导人 体制外呢 某某人是大家喜欢的人 他可能是电影人心 他可能是小说家 他可能是音乐家之类的 所以还有很多 体制外的事情 事物值得个人的生命 用权力投入燃烧自己 甚至也可以照亮 也就是说 不是只有儒家关心的事情 才是生命中唯一重要 有意义值得追准的事情 但是儒家关心的事情 重不重要呢 政治清明 国家强盛 社会有秩序 重不重要呢 我们没有办法说是重要 我们根本就认为非常重要 但是除此之外呢 还有其他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或者是儒者所关心的事情 不然那么重要 却在一个时代时空环境 人为的或者是非人为的因素 有能力的人不可为 那么我们还是要找到生命的用处 好意思就是这样子 我们看这段文字 宋人之章府而是诸悦 悦人断法连生 无所用之 什么意思呢 宋国的人 中央的 就是大都市里面的人 那么他呢 这个穿着很好的衣服 用很好的产品 这样子 那么衣服该怎么穿 西装该怎么穿 帽子该怎么戴 领带该怎么打 然后到了越国 越国这个地方呢 可能天气气候 四季如春 甚至搞不好四季如夏 好 大家不会穿那么多复杂的 衣身上的装饰品 那么头发流的长长的 然后在身上涂了这个彩绘 然后就觉得这是一种生活上的自由 生活上的美感 根本就不会拿那么多衣服啊 领带啊 帽子啊 什么的头巾啊 什么的别式啊 放在自己的身上 无所用之啊 也就是说 人生活世界里面的事情 不是每一件事情 都是社会体制的道德理法 礼仪 法律规章 能够去摄入的范围 还会有一些范围呢 是在这些事情之外 在这些事情之外的呢 如果你没有装子的逍遥的胸襟 风流倜傍的情怀 你反而会自己格格不入 这样子 这个教室在讲道德教育 在讨论服务学习课程 隔壁的教室呢 在谈的是什么 讲笑话比赛 那整个氛围就不一样 在讲笑话比赛的那个教室 那你就不要用这个教室 讲这个道德律令 讲服务的精神 的这个思维 频率 逻辑 去对应 那你就会觉得格格不入 非常的奇怪 生活有很多的面向 庄子给了我们 另外的一些面向 这些面向呢 是体制内的管理的原则 涉及不到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自由的心灵 这种出入 跳跃 或者是档案的切换 那 的这种思维的话 我们会在很多的场合 反而格格不入 好 庄子是一个非常 可以讲故事的哲学家 那么庄子就借由 常常借由 树木 木头 木器的家具 木制的工具 木制的器材 跟没有办法做成 木制器材的种类的树木 这些形象 来做这一个问题的一个对比 好 就是 就是 有一个 有一个木匠 到了 齐国某一个地方 那么看到 有一棵树 摄树 摄树就是大家 在这棵树下 然后有一个地方的祭祀的中心 那么在树下乘梁 那我在这里举办祭祀的活动 那么这一棵树呢 就 齐大地数千年 好几千只牛在这棵树下 都能够成梁 那这是一棵很大的树 截至百围啊 一百个人手拉手围起来 还没有办法把他的树干 这个围起来 就是他的树干非常大 之类的 齐高临山 石刃而后有树 还有高的非常非常高 像山一样高 到了很高很高的地方以后 才开始有树枝分叉 然后呢 像这么大的树 一棵很大的树干 你把它 这个砍下来 中间挖一个中空 就可以到台东 外海 泛中 在海上这样飘远 那样子 当做船 可以做船的树干非常非常多 大家看到这棵树都非常惊叹 赞叹 叹为观止 很多人跑来看 搞到这个地方像菜市场一样 不过 这位木匠呢 看到这棵树呢 看一眼不看 看了一眼就走了 可可他弟子呢 却一直看一直看 因为我们做木匠的人 就是到处找树木 找好的树枝树干 然后呢 来思考 要把它做成桌子还是椅子 还是栋梁 还是窗户 还是门 甚至把它做成棺材等等 所以 木匠的弟子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一直看一看 舍不得走 后来也只好走了 那么 就跟他的老师说 自从我们跟老师 您 学 如何 这个 做 这个 木头工艺 以来 从来 从来没有去看过 这么大的树 这么漂亮的树 老师 你去看也 不多看几眼 这怎么回事呢 就老师就说 散木 这棵树 是不能被当作 木器产品来用的 以为周则成了 为什么 那我们比较容易举例 各位同学 你如果想 如果它是一棵榕树的话 那就非常不适 榕树做成了船 你坐在里面怎么样 粘梯梯的 而且呢 那个木材质呢 因为它很快就长得很大 所以它也很容易腐烂 以为周则成 以为棺果则束缚 如果把它拿来作为棺材的话 谁死了躺在里面 算它倒霉 尸体还没烂 木头已经烂掉了 以为棺果则束缚 以为棺则束缚 贵人 你试想一下 你在屁股上坐的椅子 是榕树的树干做成的椅子 你待会站起来就会黏滴滴的这样子 而且很快就会坏掉 以为门户则叶满 就会有枝流出来 以为柱则堵 就很快就烂掉了 重过了 不材之木 不适合做工具 做木材 这个的材质 的树木 无所可用 故能弱势之兽 无所可用 就是说我不能被社会来使用 不能够被社会各种的功能来使用 但结果正因为如此 我就能够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一直长一直大 再怎么长都没有人要来砍 没有人要来用 我就不断的长 不断的长 长到这么大了以后呢 竟然可以做社会 长到这么大了以后 竟然发挥了一种新的功能 就是你不用盖巨蛋 我就是巨蛋 就长得很大很大 几千只牛在下面走来走去都可以 所以可以来办演唱会这样子 那这就是无用之大用 一般的社会的这个任务 所需要的才能我都不具备 因此我不被社会所用 不被社会所用了以后呢 我自己用自己 发展了我自己 请注意 桩子在这里隐含了一个意思 一旦被社会所用的意思是什么 木头可以作为有用的木材的意思就是 木头从树上被砍下来 这样明白吗 所以一个人有才能 能够为社会所用的意思 那就是从此你要朝九晚明 然后老板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然后你还得把功劳分给长官 权力分给同事 利益还要分给部署 这样明白吗 必要的时候你还得杀身成人 舍身取义 鞠躬尽瘁死而后 庄子意思就是你要这样看这些事情 对社会有用 反而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庄子不想要这样的结果 因为他看不到值得去 为他牺牲生命的国君 等等 因为他看到了人世间的人们 都过得非常庸俗的生活 他根本不想跟这些人搅和在一起 所以追求他自己个人生命境界的 最高境界的提升 然后自己让自己来用自己 但是这个自己用自己 你也得找到一个恰当的使用 自己用自己什么意思呢 你可不可以去做强盗 不行 你做强盗就会被逮捕 逮捕就被关起来 甚至严重的还会被枪毙 所以为恶无尽弃 所以你要找一个 别人不想用你 但你自己可以用自己 而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这一种生活方式 恰恰能够跟别人和平共存 那假使他不把自己提供出来作为摄树 那么可能哪一天做什么事情 跑到这个地方来 发现这棵树这边挡不住了 然后他怎么样 把他砍了 他又被社会砍 他对社会没有用 所以不会被砍 可是他妨碍了社会的某种目的 那他还是会被砍 别人是因为有用而被砍 他是因为虽然没有用 不会被砍 但是阻碍了社会的需求 所以被砍 所以这棵树呢 他就找到了一个 对社会也是有用的方式 他作为社树 大家聚会祭祀 聚会的地方 为大家遮阴 这样子 所以自己的生命又无限的成长 又对社会有一定的和谐相处的用处 这个用处就是大家都喜欢到他下面来成长 所以就能够让自己长得这么大 所以这位木匠 看到这棵树 从专业的考量 他就是说 他就是国家人事行政局局长 那这个人没有用 就根本理都不理 这样子 就我们想到这个人自然发展出另外一个东西 他制作音乐 音乐非常好听 大家都喜欢听他的音乐 所以呢 他还是活得非常好 那这就是庄子形态的 这个无用之大用 好 这个故事还没讲完 匠时归 晚上 这棵树就跑来 他有一定的神童 托梦圆 这位木匠 你是把我想象成什么 把我比喻成有用的树木吗 把我比喻成果树 会结果子被人家吃吗 如果是那样子的话 那我的果子会被人家摘走 好 然后呢 这个 总之不管 不管你把我想象成什么 对社会有用 我的树枝就会被砍 砍掉 我还没有长到很大很大 我就生命就被结束了 不终极千年而终到标 所以呢 欲求 无所可用 久以 我尽可能的让我自己 不被这一个乱糟糟的世道 发现我是在他们的目的下 有用的人才 我追求这个追求了很久很久 有时候呢 还是不小心 可能会被抓去 又想办法 溜掉 今来得知 创造了我自己对我自己最有用的价值 此与也而有用 且得有此大也也 我如果 这个 这一些才能 不管是电脑的才能 英文的才能 法律的才能 政治的才能 经济的才能等等 那么对社会有用的话 那早就被抓去了 在某一个体制内 某一个位置 某一个主管 或承办人的角色 生命被束缚在那里 至于这个社会体制的大患兽 他其实没干什么事 都在束缚人心 我的生命也就被束缚 也就枯萎而死了 所以那不是我要追求的 这个生命的目标 好 所以他的这个 就这样跟他讲的这样一个话 所以你不了解我生命的价值 然后呢 这个木匠第二天醒 想想他讲的这个话 那就觉得非常有道理 然后呢 就跟弟子讲了这个梦 那弟子听完以后就说 那他一味的追求没有用 后来为什么又要来做社数 这段道理我刚刚已经说给各位同学听了 那这个师父就完全明白 比义直济焉哪 以为不知己者 够立 不为舍者 且积有解 呼啊 如果 别人有什么事情 然后需要用到这块地 这块地却长了一棵大树 那就怎样 推土积过来 就把他推翻了 好 那么就把他给砍掉 所以 他还是要找一个有用的角色 寄托在这个角色里面 但自己的身体 树枝树干树叶 从来不会被人家拿去 如果他的这个树叶非常好吃 长颈鹿来就把他吃掉 好 如果他的树叶 这个非常的好吃 那个 那什么 猫熊来就把他给吃掉 之类的 所以他尽量让自己对别人完全一用 所以能够全身保身 保住自己的生命的所有的东西 但是呢 又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功能 使得大家喜欢他 跟他相处 愿意来到他的树下成良 他自己就是一个巨蛋 其所保与众义 而亦欲知不亦远乎 所以我们不要用世俗的 道德仁义的标准来评价他 说他都没有用 其实他是有他自己的 特殊的这个用处的 好 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这样的一个思路呢 庄子就讲了很多 同样类似的故事 下面这段也是同样的意思 那我们就跳过 再讲一个人 在一个战争的时候 年轻人 十七八岁 甚至十五六岁 就要做军事训练 然后呢 上战场 然后呢 杀敌 也许被杀了 就是这样 战争的时代 有这么样的一个人 他长得身体 残缺 怪异 这个 以允于旗 尖高于顶 慧错指天 五管在上 两 脾为邪 错 贤 致 谢 足以虎口 就是他讲的 长得很奇怪 你想像就是他的头 在他的肩膀下面 他的肚脐 这个是朝天的这样子 反而人长得非常非常的支离奇怪 就人不像人 那个鬼不像鬼 那么因此呢 这样的人呢 他就没有办法 做正常的工作来营生 所以他就帮人家洗衣服 或者是帮人家算算命 还可以赚一些钱 那么养活自己 还甚至照顾家人 结果在战争发生了 上征五世 国家来征召兵援 那么这边看 好 女身体非常健康 好 站起来坐下 向左转向右转 手挤起来 好 脚蹲下去 好 没问题 好 入伍了 所以一般的男生 想要当兵的就跑过来 不想要当兵呢 那非得躲起来不可 至于这位支离书 这位仁兄呢 好 就晃啊晃啊 在那一个 这个 在这个 驱公所的 兵役科的人员面前 晃过来晃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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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役科的人呢 看都不看他一眼 根本就不会想要把他征召物 所以呢 他完全没事 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他不想当兵 他根本就不用想 他不想当兵这件事情 因为人家根本就不会想 让他来当兵 好 这个长急已不受功啊 好 智离 狼毙而犹豫其间 然后如果 不是战争 而是有重大的劳动 国家呢 要找 好 这个人 来 这个去 比如说修万里长城 给你一点薪水 安家一下 跟着我去修万里长城 看到智离书呢 也不会想要找他 长急已不受功 这样子 好 国家今天呢 这个新君继位 大赦天下 开凉 赈灾 智离书呢 就是那种名单上 会被人家 这个补贴 这个供应 照顾残疾弱小人士 的名单上 所以他还可以拿到一些国家的补贴 寿三中与十树心呢 木材三中钱这样子 所以庄子就说 知离其形 有足以养其身 所以 身体的情况 能力的情况 跟别人不一样 反而可以保命 可以全身 终其天年 就是你可以活到了 想活到九十岁 你就可以活到九十岁 而不是什么 活到了十九岁 要么呢 被拉到万里长城 逐万里长城 要么呢 拉到了这个长城以北 去跟这个敌人打仗之类的 所以 反而 能够保住了我们的生命 不会十九岁 就被社会滥用 可以 快快乐乐的 活到九十岁 好 曠之离其得 什么意思呢 那得就是才能 能力 后面有一个观点叫 才权得不行 能力 不要刻意的显现 刻意的显现 在一个唯动荡的时代 反而会为你自己带来危险 带来灾难 知离其身 尤足以养其身 终其天年 何况 知离其得 只顾 庄子的时代 战国的时代 动荡的时代 没有天理的时代 各位同学 如果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人间道 武马 张伯荣 王祖贤 这首歌非常好听 人间道 道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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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看过这部电影吗 你不是太年轻了 这么好的电影没看过 但网路上找一找 应该还有这部电影 那个时代就是 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呢 到店里头去 买个包子吃 你可能会吃到人肉馅的包子 晚上住店呢 一不小心可能会被 店家呢 把你从床上拉到地窖里面 剁成这个人肉这样 准备做民间的包子 那样的一个时代 怎么样保护自己 那你不是支离书吗 那你就要支离德 才有办法保护自己 所以有用 反而生命会受到伤害 没有用 反而才能够保护住 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 好 假使我们生命保护住了以后呢 接下来的生活呢 既然已经自在了 接下来的生活就要做一个 追求自己的自信的发展 但会产生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呢 就是可以跟所有的人做好朋友 刚才讲的那棵栗树 它就是这样子 大家喜欢到树下乘凉聚会 聊天 休息这样子 所以可以跟大家做朋友 支离书也是一样啊 到处帮人家洗衣服 人家看到他 也很信任 他还不会偷钱 不会偷东西 他也不可能欺负人 因为他手很短 根本打不到的人这样子 然后呢 他会学一些算命的这个技术 帮人家看一看 帮人家这个解答疑惑 让人家发书倾泻这样子 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们不好意思跟别人讲 可是跟支离书讲呢 就没有关系 因为支离书怎么样都不会比我强 所以我跟一个比我弱很多的人 倾诉我心中的这个烦恼 我也不会觉得没有面子 所以他可以跟所有的人做好朋友 对装子形态的人 就是最后可以跟所有的人做好朋友 这样的一个形态的生活 那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的形态 各位人你想想看 你班上有没有这样的人 大家都喜欢跟他相处 如果是的话 他肯定是一个 不会说人家是非的人 肯定是一个 不是领导者的人 肯定是一个 不是能力非常强 然后形象非常鲜明 让大家非常的羡慕甚至会忌妒的人 绝对不是这个人 而是他很好相处 他没有什么心机 然后也不好胜 然后从来不会谈人家的是非 永远就是会陪着你 这样的人就是最好相处的好朋友 好同学 那这就是装子形态的人 我们大概会讲几个装子文章中的故事 来形成这种人物的形象 好我们下课休息一下 好我们接着就来讲这一个 与天下人为有的自视生活 好 这边要讲一个观点就叫做裁权得不行 我用最惊讶的白话的意思 让大家了解 什么是裁权得不行 就是你了解宇宙人生的道理 了解历史的发展 了解时代的风云变化 你什么都了解 你并不是一无所知的人 但是呢 你不打算在这一个市集里面 展现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力 特殊的裁法 去主导世间的浮沉 谁主浮沉 你没有要去主浮沉 所以你收敛 遮蔽 你所有的这一些才华 然后呢 因为你什么都了解 所以呢 你讲话也不会得罪 因为你什么都了解 所以你看什么事情清清楚楚 你在任何场合的活动 都不会让人家不舒服 结果呢 就大家都很喜欢 很愿意跟你相处 你就成为所有的人的好朋友 你就是天使来陪伴大家 庄泽民就讲了一个故事 魏伯有一个长得很丑的人 恶人 就是长得很丑的人 不是坏人 坏人就不会有人喜欢你 约爱抬脱 男人跟他相处呢 男人跟他相处呢 就很喜欢跟他聊天 这样子 听他讲一些知识 深刻的一些东西 有趣味的一些话题 私而不能去 就流连忘华 跟他相处 很愉快 不想离开 女生跟他相处呢 回去跟他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 我宁愿做这一位 对这个人的这个妾 也不想做其他那些不学无术 胸无点墨的人的妾 实属而未止 就是一二三十五十八九十 超过十个人 超过十个女生 都想嫁给他做小妾 意思说这个人非常的令人喜欢 但是呢 未尝有文旗 唱者也 常贺人而已 他从来没有主张 我们国家目前的公共政策 哪一个是对 哪一个是不对 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谁做的好 谁做的不好 我们这个社团的事情 应该这样做 还是应该那样的 从来没有去做这些主张 别人讲些什么 他就听听笑 那我听明白 这样而已 一 无君人之位以祭妇人之死 无记录以妄人之父 他不是国君 所以呢 他根本就不能够决定人民的生死 因为他不是国君 不是大官 所以呢 他也不能够给你一个官位做 然后给你丰厚的薪水 酬劳 所以他既不主宰生死 又不主宰财富 不主宰富也不主宰贵 却 而且呢 又长得很丑于恶害天下 而且呢 对公众的事情又没什么主见 和而不畅 智不出乎赐欲 而四雄五合乎情 他没有去讲些什么事情 但是呢 男男女女都喜欢跟他相处 那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非常特殊的地方呢 所以国君呢 就把他找过来 跟他相处 看 果然长得非常丑 跟他相处了以后呢 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跟他相处非常轻松 非常自在 我们平常跟别人相处 会去想 他是不是知道我一些什么事情 或者 如果他知道我什么事情 他会不会给我关注 或者 如果他知道我什么事情 他会不会让我赚钱 或者 如果他知道了什么事情 他会不会不让我关注 或者 他如果知道我什么事情 会不会害我丢了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平常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都战战兢兢 甚至会带来很多的面具 但是跟这位埃海托相处呢 这个国君呢 也不必担心自己在他的眼中 究竟是不是一个好国君 因此必须断着一个什么国君的形象 也不必在他面前呢 这个担心说 我这个国君是不是学问不够好 什么事情还会知识搞错了 讲错了 因此呢 不敢随便乱讲话 就非常轻松自在 好相处的意思 果然有一户其为人影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不至乎几年而寡人性子 不到一年了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人绝对不会有恶念 绝对不会有邪念 绝对不会有害人之心 所以我反而非常的信赖他 信任他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倾诉这样 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讲 我真正的想法都可以跟他说 刚好宰相告老还乡 我还想请他做国家的宰相 结果呢 他听了以后也没有跟我说不 闷然而后应 犯而若辞啊 结果呢 也没有跟我说一声 后来就离开了我 那为什么爱台拖要离开呢 因为做宰相 那不是人可以干的职务 宰相杜大能撑船 要忍受很多无聊的事情 所以呢 他不想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但是呢 也不想去跟得罪国君 所以没有明确的答复 不久就离开了 所以国君自己认为 鲁埃公 觉得自己不应该做错了 寡人丑乎足寿之谷 无几何去寡人而行 寡人序宴若有亡人 没有多久他离开我了 所以呢 我就若有所失 我生活世界里面呢 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没有人可以倾诉 可以聊天 可以很轻松自在地跟他相处 从此以后 我见到的任何人都是 见到A带A面具 见到B带B面具 见到A不能讲这个话 见到B不能够讲这个话 我活在非常辛苦的状态里面 所以呢 若有所失啊 若无与乐视国业 治理国家 没有什么快乐的事情 没有任何轻松快乐的事情 适何人也 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好 那这个人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个裁权 而不是装子形态的人 他来这个世间 不是要争取体制内的 权势 名位 追求自己的 扬名立万 功成名就 各位同学 如果有一个人要追求自己的 功成名就 这个人可以做我们的领导者 他也可能是很好 但他有可能有很多个性的缺点 所以呢 我们很难跟他相处 甚至呢 我们根本就不赞成他的政策 所以呢 我们会成为他的政府 所以我们会去批评他 攻击他 慢慢 但是当一个人并没有在公共事务上 有任何想要主张的时候 而他又似乎理解所有的事情 而他又不去讲一些 反对你的意见的话 那你会觉得这个人是好相处的 他就不是体制内要扮演角色的人 这就是装死 对自己的生命形态的定位 那这样的一种生命形态的定位 他不是一无所知 不是小孩子天真什么都不知道 他其实都清楚都没有 但那些都不是他的目的 不是他的目标 不是他的价值 不是他的理想 他的生活呢 就是单纯的 安静的保存着自己的生命 活到90岁 自由自在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 反而可以带给身边周遭的人 一种情绪的稳定 心灵的安静 一种生活的一种安全感 好所以这个庄子就给了他一个名称叫做财权而得不行 好这边就进入庄子哲学的比较复杂的东西 那不是我们要讨论 我就不花力气了 这些文字有点复杂 反正我有一本庄子的书对方可以去参考 总之财权呢就是对于天地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事情他都了解得非常的清楚 但最重要的呢是得而不喜 虽然他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了解各种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道理 但他都不想参与 所以呢都不把自己的能力显现出 因为不显现出自己的能力 所以反而可以让别人在他的面前很轻松地展现他们自己 所以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镜子前面看到自己 意思是说好人看到他也可以跟他相组跟他聊天 讲讲自己心中的或心中的理想 坏人看到他呢也可以轻松地卸下心房 他不会去警察局跟你打报告 所以你也可以告诉他说 其实你做的那些坏事呢其实你不得已的之类的 假惺惺惺惺惺这样子 人家也不会笑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在他面前 做自己 他就像镜子一样 让每一个人可以看到自己 而不是好人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 哦知道有一些话不能讲 讲了以后他会去乱用 坏人看到这个人以后呢 知道有一些话不能讲 讲了以后自己会被抓起来这样子 所以 人们在别人面前都不能够自在做自己 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让每一个人在他面前都很自在地做自己的话 那么这个人就是大家的好朋友 通常各位同学只有你的爷爷奶奶 你在他面前可以自在地做自己 你不爽发个脾气也不会怎么样 在你爸爸面前不爽发个脾气 你会被骂 你的爷爷奶奶对你有这种宽容 你的爷爷奶奶对别人家的孙子可能不见得会有这么大的宽容 这样明白吗 可是庄子这一个形态的人 他就是对天下所有人都可以这样的宽容 所以天下所有人都可以在他面前自在地做自己 所以他就会成为所有人的好朋友 好这就是这个成为所有人的好朋友 裁犬得不行的意思 那么再来我们看一个重点 放任无为的民亡之志 意思就是说那如果是这种形态的人 他担任了政治上的领导者 他会怎么管理这个世界治理这个国家呢 那就是放任无为 好我们做一个现实的思考 以我们今天的社会 如果一个政治的领袖放任无为 那这个天下会怎么样 通常我们就会把群子的理论找出来 人性是恶 你不管理他 他就会违惑 就会作乱 天下就会动乱 百姓就会受苦 所以必须隆礼义之灵旨 必须颁布法律规章命令来管理 因为人性是恶的 如果不去管理他 天下就大了 大家过不上好的日子 但是庄子就是说 做一个领导者就要放任无为 那如果是儒家孟子的话呢 那就是人性是善的 所以我们要教育他 启发他 开导他 引导他 让他自觉地 愿意 把他内心的善良的本性 发挥出来 因为这是他本性里面有的东西 这是天觉 这是天命 让他把这个东西自己发挥出来 教育他 培养他 然后陪伴他 然后帮助他 让他成才 那循子就是说 你要要求他 要限制他 然后呢 要鞭策他 他才能够成才 性善性的理论 做法是不一样的 那庄子呢 是不要去管他 让他自己发展 就会发展得很好 那我就做一个思考 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是社团的话 当然是不可能 一个正式的体制 或者是公司 也不太可能 但如果是一个社团 本来就是大家 因为兴趣而自由 结合在一起 是为了某一种娱乐的目的 移情养性的目的 而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登山之有社 那我们需不需要规定 登山之有社 每个星期天的早上 9点钟 9点钟太晚 每个星期天早上6点钟 要到某个地方集合升旗 那像这个登山之有社的目的 到底是为了登山还是为了升旗 这样子 你就有一些根本没有必要的管理的原则 你只有说 你只有说这个星期天我们要去登山 如果要登这个山 可能我们6点钟就得集合 这时候大家就跑来 这样就很自在 所以社团可能可以放任无为 但如果是一般的社会体制 那么恐怕就不能够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人心有一些人是会为恶 那对庄子而言呢 他可能也会认为 这些为恶的百姓 就是你上面的这个国君 官员 伤害了人民 让他活不下去 所以他才会活 好 这是政治哲学的问题 我们就不细谈 那总之呢 庄子形态的智政 因为他也不特别追求 国家要往哪个方向走 社团要往哪个方向走 所以呢 大家自在 所以他会追求一个 这个放任无为的这个生活 那这样的一个形态呢 这样的一个形态 作为社会管理的逻辑 恐怕就不会是适合 所以我们说 庄子作为一个管理哲学的目的 倒不是就一个有体制 有正式的政策目标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庄子的这种放任无为的方式 来做体制的团体的管理 但是体制的团体的管理 可以吸收庄子形态的智慧 譬如说那一位知黎叔 如果在公司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人 而老板可以容许宽容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人呢 就可以跟每一个人相处得很愉快 包括老板自己也可以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人 比较自在的做自己 所以公司团体里面 有一两个庄子形态的人 那我们当然要保护他 他是我们的天使 他是能够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 不要那么矜持 不要那么虚伪 可以真实地做自己的那种好朋友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这样的一个意义 那这样的人呢就是 你给他多少事 他就做多少事 下班以后他一定就下班 他也不会给你加班 这样子 那你如果要找主任 要找主管的话 虽然他绝对不会背叛你 也绝对不会伤害你 也绝对不会欺骗你 但是呢 你大可不必找他做主管 因为有很多人排队的 等着想要当主管 来实现他的理想 满足他的名位的这个 或者是理想 或者是欲望 都没有关系 你就把交给那些 想要这种名位的人 但是你不必交给 这种装死的形态的人 因为他也没有想要 做这一个位置 如果你给他做这个位置 搞到他太累了以后呢 固然加薪 可是他因此呢 损失了太多的精力去玩 他想要玩的事情的时候 他可能就给你辞职了 就离开你的公司 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人 他本来就没有要赚很多的薪水 本来就没有要在 社会体制的位阶上爬得很高 那你就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带你 你就让他待在公司里头 作为大家的好朋友 哪天你们公司要办交由的时候呢 他的长才就能够发挥去 他就能够让大家非常的 好 这是庄子形态的这个人物 那么 就体制的需求是这样 但是庄子这种形态的人物呢 对他自己的生命而言呢 却是有极大的用处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我就要提出一个观点 庄子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应用 现代社会需不需要人家 需要 需要有人做社会建设的事情 好 做伦理道德的仲裁 伦理道德的这个掌斗者 现代社会也需要法家 需要惩治罪犯等等 现代社会需要很多很多重要的价值观 重要的学派的理念 但是庄子形态的价值观跟理念 在现代社会有没有这个表现的空间呢 我认为当然是有的 所以我提了几个观点 这123456 六个观点 第一个 看破社会体制的虚妄 我要说的是 社会体制是一个必要的恶 但就因为他是必要的恶 他有一些部分是恶 有一些部分是虚妄的 因此呢 当他的虚妄面向呈现出来的时候 我们 有时候就不必对他太用力了 太用力了自己痛苦 反正他也好不起 也没有办法 那不如就放下 放轻松一点 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依然生活在这个世间 但是呢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追求自己的这个理想 这样可能是轻松一些 自我自己 如果你很关心政治 那你会觉得台湾政治非常好 那你会去关心 那你会觉得台湾政治不太好 那你有没有办法出手 那你就不要关心 那你在不关心了以后呢 你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你的人生并不是因此就暗淡了 你可以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这一步就是说 首先第一步他给我们一个思考 被探破社会理智 在一定的程度 一定的时候 一定的状况下 是会有一些虚幻性 所以让那种责任感太重的人 充满了理想的人 不要因为社会不如日子中的理想 就愤世继续 丧失了生命努力的方向 或者是就整个生命的光满精彩 就找不到出力 人还是可以为自己找到出力 这个出力呢 不一定是社会性的 不一定是体制内的 可能是体制外的 也可以是个人性的 所以首先我们要有一种心理 社会我们当然希望它会来 也希望很多人都同意 也希望培养我们的年轻人 成为社会有用的人 但当你的理想更高 标普更高了以后 有的时候社会的体制 就是那样的无畏 那样的无望 那样的虚望 达不到 那你就要从这里的退出 重新找到我们的生命的出入 这样生命呢 才会继续发光 发亮 然后呢 就是建立自主逍遥的生活 追求你自己的人生的一个提升 每天让自己活得自在快乐 适应 那当然要觉得有趣的事情去做 能够让你成长的事情去做 你才会这个快乐 适应 所以你要发挥生命的专长 达到最高的境界 如果你在某一个领域 你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 那么你就还有可以努力的目标 因为有继续可以努力的目标 所以你的人生的那一个马达 就被启动了 你就有了努力的目标 有了斗志 那那个不是社会体制的什么 那是体制外的某个东西 或某种个人性的东西 可是呢 那就是值得去奋战奋斗的东西 它可能就发挥在什么 艺术 科学 文学 健康 武功等领域 这些呢 都是自己 都是一种个人性的东西 然后呢 只有一个人能够完成的 这个 比如说 好 电影明星 电影明星绝对不是一个集团 一定是一个人 这样子 但是一个好的国家 强大的国家呢 那必须 所有人都好 才有办法建立起来 当这个理想不能够追求的时候呢 你可以追求 一个人好 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这种事业 那你还是有太多可以做的事情 你可以成为某种运动的顶尖高手 你可以投入某一个科学领域的研究 然后找出最新的科学原理 那这种东西呢 就是艺人性 那你去追求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不会是政治家 不会是宗教家 不会是教育家 不是这个型 但它会是科学家 会是艺术家 文学家 会是这个型 那这个型态的人物呢 达到最高境界呢 多半是个人的 个人主义的 自由主义的 跟体制的好坏 没有绝对的关系的 事实上最富强的国家 或者最贫穷的国家 都有可能出现 最优秀的音乐家 最优秀的科学家 最优秀的这个演员 或者是最优秀的武功高手 跟你国家体制好坏 没有什么绝对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还是可以找到自己 生命的一个去处 追求生命的最高的这个境界 然后呢 你从此不用以社会的体制的 逻辑跟模式 来规划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首先是 你不再以社会世俗的价值标准 来评价你自己的人生 如果你以体制内社会世俗的价值标准 来评价你自己的人生 那你就又再度入世了 那里面就会有非常多的标准 你开什么车子 你穿什么衣服 你薪水多少钱 你位阶是什么 等等 那又再度世俗化 为世俗所属 所以首先 你完全不再用社会世俗的标准 来衡量你自己的人生 你建立自己人生的类型 人生的目标 也许你还活在某个体制内里面 但是呢 你已经开始保持自己生活的特殊性 有自己生活的频率 生活的调性 这样子 好这样的一种 有个人自主性的生活呢 其实最适合作为休闲退休的哲学 我的意思是说 在体制内再怎么样 风光的 你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也可以不要那么风光 或者在你65岁退休以后 你想风光也没得风光 在那个时候 如果你能够转换心境 成为装子形态的生活情调的话 那你的人生会非常的平衡 你周围的人会非常的舒服 非常乐于跟你相处 那如果在体制内工作非常的忙碌 也没有礼拜六 也没有礼拜六没有礼拜天 你就没有放松的时间 或者你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休闲活动当中 仍然以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角色的逻辑 去跟你周围的人相处的时候 周围的人都会觉得很新鲜 所以你在休闲的时候 要用装子形态的思路 那不是一种体制性的 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没有那么多的礼仪 没有那么多的标准 大家自在就好 尤其是当你退休了以后 你更应该放下体制内的角色逻辑 让自己自在 让自己轻松 让自己休息 我再说一遍 庄子那一句名言 大快载我已行 老我已生 义我已老 习我已死 你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不过就是造物者捏的一块泥腿而已 载我已死 这样子 老我已生 从这二十岁到六十岁的阶段 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间 除了这个年假还是什么的 或放长假之外的 你都是处于必须工作赚钱的阶段 但是你的人生会有一个 亦我已老的阶段 就是你从职场上退休下来 但是呢 老天爷还没有打算把你的引擎关掉 洗我已死之前 有一个退休以后的阶段 老年人的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要让你享受人生 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 回头看人生的世界 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有些地方还没有去过去旅行吧 有些书还没有看过 好好的看一看吧 好好的听听音乐看看电影吧 到处散散步逛逛街吧 以前得罪的老朋友去聊聊天吧 等等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当你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没有任何社会体制的建设性的目的 只有你个人生命 人的情绪的平衡稳定的意义 个人性 自由主义 非社会体制 这就是一个 这个退休哲学 休闲哲学 这个时候应该这样子 那如果你有了这样的心境 社会体制 有它的有用处 但是它也达不到绝对完美的理想 因此呢 跟它保持一定的关系 但是也有一定的距离 从此以后你在上班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想要 一直在老板面前表现 然后能够在公司里头 不断的上升上升上升 然后把别人挤下去 拿最多的薪水 拿最高的官位 然后没有礼拜六 礼拜天 然后把身体搞坏 然后等到你退休以后 身体已经坏掉了 然后必须花很多的钱 住在很贵的医院里面 你就知道 不需要这样做 于是乎上班的时候呢 以维持生活所需 为唯一目的 当然你拿多少薪水 做多少事情 但你想拿的薪水多少 这个薪水呢 以能够维持生活所需就够了 你要拿更多的薪水 你得付出更多 但你不打算游泳 那么多的薪水 所以呢 你也不必做 那么多的事情付出 那么多 你只要做 这个 一定的事情 得到一定的薪水 能够维持生活所需 这进入了庄子形态的生活智慧 个人性的人生管理 这不是老板要管理的 是你个人 作为一个职员 作为一个上班职员 你个人的管理 一边上班 一边发挥兴趣专程 意思就是说 公司里面 或者是 单位里面 学校里面 需要你付出的 你都付出了 然后呢 不会 该做事 没做事 而被别人 惩罚 开除 减薪 等等 为恶无尽险 其实不是恶 就是你没有 这个配合人家 你做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呢 你不要做到了 为 踩到人家的地雷 踩到人家的红线 犯了人家的忌讳 必须把你除之而后患 那你连一个地盘都没有 所以当然不应该这样子 所以 该做的事情要做 只是你不要去做 额外的企图 透过一些事情 让自己得到更多的薪水 更高的官位 因为那不是你的人生的目的 所以呢 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之后 你有很多的 额外的 体力的空间 脑力的空间 情绪的空间 心情的空间 那个空间呢 你可能去追求 你自己要追求的东西 你可能晚上去组织乐团 晚上去练气功 晚上去看戏剧等等 或晚上去陪伴自己的家人 做你自己的事情 不会升迁加薪 压抑自己的兴趣和乐趣 但是呢 跟同事长官跟部署 都保持友谊的关系 你看到长官的时候 你不会想的 我现在讲的话 会不会他听了以后 待会升我的官 加我的心 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跟他相互就非常的 矜持和自在 当你没有了这些念头以后 你看到长官 你就看到一个正常的人 你就用正常的话 跟正常的人聊天 请注意各位同学 长官也不是任何时刻 都处于想要下命令的状态 长官也会有一些时候 想要三八一下 想要放松一下 所以你不要任何时刻 都把他想 当成高高在上的主管 都要对他非常恭敬 非常的谦虚 非常的客气 这样他也必须 把主管的脸色摆出来 有时候他也很累 他有时候也会希望 能够跟自己的同事 聊一些足球比赛的事情 聊一些棒球比赛的事情 这样他会非常的轻松 他的人生也需要平衡 你就是那种每一次 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 能够让他改变 他是一个老板的这种形象 这种情绪 这种频率状态的人 他反而也可以轻松自在的跟你相对 因为你自己就已经轻松自在 所以他会非常喜欢你的 只是你要小心 他会不会升你的官就是了 好 跟长官同事部署 保持友谊关系 没有上下阶层的心态 就跟他都是地位平等 你也不会欺负 比你这个位阶低的人 你也是跟他平等的相处 你也不会想要巴结 想要贿赂 想要给好脸色 给你位阶比较高的人 因为你也不想要巴结 跟大家都平等 其结果就是大家都可以跟你做好朋友 就是前面所讲的支离书 那样的一个模式 当然我们不需要支离书 我们也不是支离书 而是说我们财权得不行就好了 对这个体制没有额外的欲求 你给我的薪水 我已经满意了 就是这样子 而你要求我做了工作 我也有能力帮你做 然后呢 我在你这里呢 我做我自己 我跟长官地位平等 我跟部署地位平等 我跟客户地位平等 我跟客户地位平等 我跟任何人都地位平等 实际上这个人在公司里 是不是很自在呢 这也是一种管理 但这只是自我管理 好 这样就可以给周遭 带来轻松自在的舒适感 人活得那么自在 自己自在 也就可以给别人自在 我们常常都活在很不自在的状况里面 所以庄子呢 是可以放下我们的这种 世俗的面具的哲学 是解放的哲学 放下矜持的哲学 老子的哲学非常矜持 非常辛苦 孔子的哲学也非常矜持 非常辛苦 一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摇 每一个摇位都非常矜持 非常辛苦 庄子就要你面对自己就好 你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 不是别人的人生 不是社会的人生 也不是老天爷的人生 老天爷根本就没有安排你的人生 所以你根本不用想那么多 好 轻松自在 健康长寿 活到九十几岁 死的时候呢很好死 这就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人生最该追求的事情 这样的人生 这样的人生给自己自在 也可以给别人自在 好 哪天啊 你真的退休了 你一定要用庄子的哲学 才能够把自己的生活 安排好 照顾好 那庄子形态的退休哲学 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我提起一个观点 第一 没有薪水的问题 因为你不上班 当然你经济状况要处理好 第二 没有老板的概念 坏的老板 你很痛恨他 好的老板呢 你又很敬佩他 你要为他 这个两肋已插刀 现在你要过的事情就是 生活就是 没有老板 也可以说 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老板 也就是说 你不必再听命于谁 你再也不用为了别人的标准 而去处理你的生活 所以你要为自己而活 那么 有没有人从来就不懂得为自己而活 总是活在世俗的眼光中的人 就从来不懂得为自己而活 那世俗是A意见 你就用A形态 你进入了另外一个圈子 它是B意见 你没有了自己 你又得用B形态来生活 不如不要A形态 不要B形态 我就用我自己的形态 来生活 但是当我们在 老我已生 20岁到60岁的阶段的时候 常常没有办法 这么自由 如果是这样子 至少你退休了以后 你就自由吧 好好做自己 没有老板的概念 没有社会的角色 你现在不是A业务的成办人 或B业务的成办人 或你是老师 所以你必须怎样 你是警察 所以你必须怎样 你是律师 就应该很懂法律 或你是司机 那你应该要知道 路是要怎么走的 没有那些社会角色 你没有必要 一定要怎么样 所以没有必要强迫症 要求自己一定要留学 没有上班的生活 没有固定的生活 没有固定的生活的这个规律 但是你要好好地安排一下 但是呢 不是一种上班的模式 在生活 所以就不必为谁而负什么责任 你只要让自己快乐 人生的目的呢 就让自己快乐 自在 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的意义 跟生活的内涯 那就是要积极追求自己的兴趣 好 各位同学 有没有没有兴趣的人 有没有没有喜好的人 那这样的生活呢 真的就没有东西可以追求 你如果有欲望 好名好利 那你有东西可以追求 没有欲望 不耗名 不耗力 你终于你的兴趣 人要有兴趣 否则你真是行驶走路 要追求自己的兴趣 这个兴趣呢 可能是你听音乐觉得很愉快 那你就去寻找最好听的音乐 这个兴趣呢 可能是你读小说很愉快 那么你不断的读好的作家的小说 这就是兴趣 要积极寻找自己的兴趣 做那一件事情 兴趣就是会让你快乐 所以这个时候 生活最重要的是追求自己的快乐 然后呢 因此呢 每天都在寻找乐趣 日子过得快乐逍遥 退休了以后 还不想快乐逍遥 那不是很浪费你 这个阶段的生命呢 庄子都说 亦我亦老 这个意志就是要让你过安逸快乐的生活 就这样来过 这样子 好 会不会有一个情况 好 退休了 不是因为我的家庭生活的关系 家庭成员的结构 使得我恐怕没有到而真的自在 我还得去做一些事情 否则呢 我的整个家庭呢 会有重大的问题 如果我不去做这件事情 也没有人可以做 而我的家庭就会有重大的问题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当然会 有不少人是这样子 好 那怎么办呢 那就去做 所以 无用之大用 你已经对社会体制没有用 但你可能对家庭有用 照顾比你更年纪大的长辈 或者是照顾你的 孙子辈 这样子 家庭可能有些特殊的状态 你就非去照顾 那就没有关系 我们就来照 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也是一种 这个 退休之后可以做的角色 所以呢 这个 退休哲学 休闲哲学 你就来思考 它的用处在什么地方 那我就做了几个 重点 对自己的小用 跟对自己的大用 以及对自己的最终大用 还有对别人的小用 或者对别人的大用 我们先讲 对别人好 当我已经放下了 上班 社会角色 老板 薪水 这些概念了以后 但是 还是有人需要 那我当然 还是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手脚健全 四肢健全 心理状态健康 正常的人 人人所喜爱的人 当人们有特殊需要 需要我的时候呢 那我当然还是可以去扮演角色 有一些不特定的 不固定的角色 就是什么 陪伴 放松 放松 或者去解消一些什么事情 一段时间去陪伴谁一下 一段时间去陪伴谁一下 就是对别人的小用 当然有些时候 这个社会呢 还是需要一些固定的角色 比如说做志工 然后呢 礼拜一到礼拜五 到医院去 半天的时间 在某一个 这个 某一个门诊处 扮演某一种角色 帮忙引导 或帮忙整理什么资料等等 你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 只要你快乐做 你会不会快乐呢 你会快乐 因为你助人为快乐之够 你不是为了老板 不是为了薪水 这个角色是你自己找来的 不是别人强迫你来的 要你乐意去做 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快乐 而且时间可以你自己调配 到一个星期 礼拜一到礼拜五 就找算半天的时间 下午呢 我又可以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可是这种角色 对别人 是大大的有用 但是呢 对你自己呢 没有薪水 没有地位 没有什么 加薪 没有什么这些事情 也没有什么 伟大的荣誉感 等等 就是自己觉得快乐 但这个快乐 对别人的大用 这是出社会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根本就是你自己家里有这个需求 有更老的长者 或者更年幼的小孩 需要照顾的时候 他们是你自己的家人 那就是没有别人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那就你来扮演这个角色 因为该做的 不做的反而心情不愉快 反而很痛苦 那就做好 那就是对别人的大用 对家庭的大用 退休了以后呢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好 我们来看对自己 对自己的小用是什么 对自己的小用呢 是你终于有时间可以休闲 你终于有时间可以游戏 或者你可以做做志工安排自己的时间表 这样我每天一定要到那个地方 到那个地方因为很热闹 下午的时间呢 我就可以去逛街 做我自己想做的快乐的事情 那也是非常好的 好 那这是对自己的小用 还有很奇怪 就是对自己的大用 大用是什么呢 所以你会有些人想要做一些事情 但因为功课很难做 那就等功课弄好 你有可能这一拖 拖了40年 对自己的大用 好 因为大学做就能讲一个小用的小用 照片 一拼小说都能一起做 对自己的大用 或者是我们这些教授 有些老师呢 他就想 这个 干脆提早一种读书 想要写的书 才有书之间 我说因为教课 然后因为评界 然后因为这个 那个书都没有机会 就退休了以后 所以写作就对自己的大用 写作的时候 绝对是在没有心理负担 没有压力 智慧呢 最流畅的状态 才能做一种创造性的 写作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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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样的一种类型 装子型态的人可以创造 不是装子型态的人可以创造 当你有某种特定的目的 有一个很高度的压力的时候 你反而做不出来 完全放松 可以从修典哲学里面的 对自己的大用 就在这个时候 我终于可以去突破 过去几次内的角色 而不能够做的一些事情 我现在没有几次的速度 完全可以做那些事情 创造 如果是一些生活在中国文化氛围里面的 和一些知识分子的话 对于东方的一些修炼 修行的知识 有所涉猿的话 知道 人可以做练习宫 挡坐 长命百岁 甚至什么发神通等等 所以就是 你终于可以做 做做你自己的修炼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修复 什么呢 人际在一起 二十岁的时候 得罪了你的同学 逼了以后 一起念七六七七七 不然我知道 他其实就是在我们隔壁城市里面 每个地方工作 或者住在这个地方 中午六十几岁 想想去找他一下 聊聊天 二十岁的时候 那个吵架的心情 修复 修复 解开以后 你自己 少了一个困难 是这个非常困难的 好 但是呢 他人就对自己 最大的大部分 就会认为你这样太年轻 跟大家讲说 也许稍微长了一点 但是其实一点都会长 放在心上 当一回事 每一个人都会死 每一个人都会死 不会死 不会死 好 那我就要告诉你 庄子哲学呢 在一个意义上 就是死亡哲学 想说 庄子就是最早 最一开始就是要人看破 人都会死 人都会死 而且死了以后 变成泥土 而且你的泥土 跟他的泥土呢 一样都是泥土 而且混在一起 以后呢 会分不清楚 这样子 所以当你还不是泥土 而是人的时候 你长得比较帅 还是他长得比较帅 这件事情 一点都没有意义 支离书死了以后 他的泥土 跟吕布 貂蝉死了以后 变成了泥土 都一样是泥土 所以你活着的时候的 世俗的眼光 所看到的 你的生命角色的意义呢 都是怎么样 多余的 你自己以为有意义 其实根本没有意义 因为根本没有意义 所以你不需要当一回事 这就是庄子的智慧 从来不要用世俗的眼光 来评量自己的人生的价值 那些眼光全部都是世俗 所以只要你一旦自觉了 一定要用自己的兴趣 个性财情 来定位自己生命的类型 不要用世俗的标准 来评价有意义 还是没有意义 因为大家最后都会死 所以呢 庄子可以说 就早早等在那里 反正知道最后要死 活着的这一个阶段呢 就自在就好 但是有一个重点 要跟各位同学分享 就是 死亡是一个过程 死亡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有生理的变化的过程呢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应该是痛苦的人来说 为了你们出生的时候痛不痛苦 痛苦的人去出生 痛苦的人去出生 不痛苦的人去出生 不痛苦的人去出生 没有意义 只有这种难 因为你都忘不及了 我也忘不及了 所以我们看到人家 婴儿出生的时候 在哭的钥匙 对不对 恐怕是蛮痛苦的 好 好 死亡 这个过程 对很多人 是不痛苦的 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死 你是不是要那么痛苦呢 当然不行 能不能死亡而不痛苦呢 当然 当然 所以在这里就要提出个人 早早建议死亡的生意知识 那是不是你人生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 是 是你现在不急的 属于人家 但你一旦有机会 后来一个场合 或者是一部电影 或者是网络上的一则讯息 或者一本书 如果 留下来 好 然后呢 越不越上去 放在心上 对你自己是运通最后一件 最重要的事情 绝对有人 死亡的时候 一点都不能放 我们庄子讲完了以后呢 就要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佛教的哲学 佛教的哲学呢 就是对于生命呢 一个因果业报 轮回的世界上的观点 人都会死 死亡为一个过程 死了以后进入生命的另外一个阶段 还会有重新的生命 就是轮回的生命观 因着轮回的生命观 同时说明了命运的问题 好 这一部分超出我们经验可以判断的部分 中华民国宪法 我没有告诉你说 人死亡为一个民国 中华民国宪法 也不管这一部分的事情 体制管不到的是 你自己要注意这些事情 关心这些事情 当一回事 来注意 好我们下个休息一下 好我们刚刚庄子的部分 还剩下一点点 我把它讲了 解放公司领导的矜持 庄子是体制外的个人主义的智慧 在体制运作的时候呢 绝对要有体制运作的规范 就是开会的时候 你不能迟到早退 没有轮到你发言的时候 不要一直举手发言等等 这些属于体制内的规范 我们要遵守 但是呢 在即便是在公司里头 也是有非开会状态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状态下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呢 就可以放下体制的角色 矜持 让大家轻松 让大家自在 那这就是这个 作为一个公司领导者 可以跟庄子学习的智慧 这个智慧呢 用在管理上 也是有它的辅助性的效果 那这样的一种辅助性的效果呢 就是知道公司的职员固然需要这份工作 因此 跟我有一个工作职场上的雇佣关系 但是职员是一个人 人就是一个生命 一个生命呢 有生命本身的意义价值跟尊严 他这个人的人生不是只有职场上的角色 因此他跟我的关系 在某些场合上是雇佣关系 但是在其他的场合上 就可以是朋友关系 如果一个公司的领导人 能够有这样的认识 这样的做法的话呢 会让他自己跟公司的同事职员 部署取得一个更舒服的人际关系 互动的模式 但是也许他会更心情更轻松 心理更健康 然后呢 少生病 还可以活得更久一些 还说不定因此呢 大家都喜欢他 认真工作 还赚更多的钱 有一些额外的好处 总之呢 人生要有超凡脱俗的意见 人生不是从来都只是一个名分上的职务之间的关系 各位同学 人跟人之间可不可以成为朋友 不决定于你跟他的角色关系 而决定于你跟他的人格状态 你跟你社团的社长 不会因为他是社长 你是干部 你们俩就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可能一时合作之后就没什么关系 因为你不欣赏他也不欣赏你 所以不会因为你们在职务上有关系 你们就相处的很好 至于你们相处的好或相处的不好 决定于你的人生的结局 你们当然有 体制内的角色职务上的关系 但那种关系只发生在那种特定的场合 你要有这样的认识 那个关系只发生在那种特定的场合 那个特定的场合的情境 一旦离开了那个情境 譬如说你们两个现在并不是在社团 开干部工作会议 干部会议的时候的状态 而是两个人一起在教室里上课的状态 你跟他的关系就不是那种关系 或你们两个同时进入同一家餐厅 点餐吃饭 你们两个关系又是另外一种关系 所以人跟人之间不是永远是体制内的关系 相处逻辑 来决定你们的相处逻辑 只有体制的这个活动出现的场合 你们的相处逻辑才必须是体制的关系 其他任何时刻其他的场合都是你自己的人格 在跟别人的人格相处 所以人要有超凡脱俗的意境 要放下体制的名利 那么你才能够达到这个超凡的意境 否则你永远以体制的名利的逻辑 来跟别人相处 那常常会让你的文迹关系 非常的糟糕 重点在能够欣赏种种的美丽 而不是只能看到富丽堂皇 就是体制内的架构 上层高层富丽堂皇 而是生活处处都有非体制性的精彩 珍贵美好 如果你是一个自由的人 不虚伪的人 不矜持的人 你就能看到这许多生活中的美好 否则你是看不到 你正在想一些很麻烦的事情 更加起冲突的事情 在路上走走走走走走 这个路旁边有两个小朋友 非常可爱的在做一些很可爱的游戏 你视若无睹 你视而不见 你甚至会斥着他 因为他刚刚挡住你的路 你的表现会非常的奇怪 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的面向 你反而会看不到 所以一个人 除了在职场上 该孔子的时候孔子 该老子的时候老子 你应该在生活的所有的面向上 都同时是个庄子 那你才能够欣赏到 生活世界周遭当中的 种种的美好 听到好听的歌 你可以觉得这个歌很好听 欣赏一下 看的好看的电影 你会觉得这部电影很好 你愿意花两个小时 让他看了 你的生活 就有多了许多的乐趣 这样的一种乐趣呢 会让你的情绪保持平衡 稳定 让你的心理状态健康 请注意 庄子就是让人们的心理健康 最好的治疗师 因为他让人们 时刻都能够脱离 那一个体制的尊卑架构 那个体制的 这个牺牲奉献的那种思维 体制的那种言行重罚的那种思维 能够让人自在 能够让人心理健康 所以除了体制的时间空间 场合状态人际关系之外 那我们在更多的时候 要是一个装服 能够享受生活当中的 种种的美好 单纯的快乐 而不是只是追求 体制的东西的满足 然后呢 你要能够跟所有的人相处 而不是只跟体制内 对你有利益关系 利害关系的人相处 你的人生不是只是 为了巴结长官而言 你的人生就是平等地对待 每一个人的人生 那你要有装服的胸怀 你才能够做得到 有儒家的 有老子的 只会让你责任感很重 牺牲奉献 忽略掉生活很大的一个面向 好 如果要过这样的生活的话呢 那么就认真 开始认真安排休闲活动 让生活里面呢 有一些美学的事物可以发生 我指的是 20岁到60岁的这个阶段 包括你的读书的阶段 你也可以正当休闲活动 让你的生活里面呢 除了读书上进 努力做志工之外呢 还有正当休闲活动 好 喜欢亲近公司机关里面 一些单纯可爱的职员属下 如果在学校里面 你是学长 然后大一的学弟学妹进来 你要带领他们上课 做作业 做习题练习等等 这些事情都要对他们有一定的束缚 但是你也可以欣赏 尊重他们的一种自由的空间 这只是学校里面 在公司里面 对于新进人员 新进的职员 有一些不太明白 公司的很多固定做法跟原则 的新人的各种的状态呢 你作为一个这个带领者 那么你可以欣赏 宽容接受 好好的说就好了 不必把它视为一种犯罪 一种不遵守秩序 一种不服从 不必想的那么严重 善待一些单纯可爱的职员属下 学习以微笑 学习以单纯 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关心周围的朋友 关心他们是否快乐 各位同学 学习单纯不太容易 就像学习诚恳也不太容易 如果你常常不诚恳的带人的话 你是很不习惯诚恳 你比较习惯不诚恳 各位你有没有不诚恳的经验 有没有不诚恳的经验 那你有没有诚恳的经验 那你觉得在你整长的过程当中 你开始变得对各种事物 是越来越诚恳 还是越来越不诚恳 各位同学 诚恳就是单纯 而且是善意 当你有过不诚恳的经验 那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不单纯 缺乏单纯的善意 所以你的行为是不诚恳 那就是太多厉害的算计在其中 而厉害算计要的是什么呢 都是社会的名利权势地位 庄子就是不要社会权势名利地位 不要体制内高高在上的东西 追求个人自己生命的自由 所以不会不单纯 不会复杂 不会虚伪 不会矜持 不会不诚恳 当我们常常不诚恳了以后 我们会不习惯诚恳 当我们常常不诚恳了以后 我们会习惯不诚恳 的意思是说 习惯用有色的眼镜 去评量别人的行为 那就是我们习惯于不诚恳了 好 如何从不诚恳回到诚恳 那就是学习微笑 然后事情把它想单纯 然后不要去想 人家会笑你太单纯 会笑你太单纯的人的 这一个笑容里面 本身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不单纯 这没有什么好让你崇拜 也没有什么好让你学习 所以学习单纯 是让你回复诚恳的方法 学习微笑 任何场合自在就可以微笑 而不要绷着一张脸 笑都不敢笑 好 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关心你周围的朋友 因为装子型态的人呢 一个非常明显的标签就是 他可以作为所有的人 因为他对谁都不给人家压力 因为他从来也不想利用任何人 如果你想利用你的长官 你就会在你的长官面前 表现得工作认真的样子 如果你想利用你的部署 你就在你的部署面前 表现得非常大方 会给他很多东西 很多利益 但是你事实上后来不会给他 但你会表现出 好像会给他很多利益 很大方的样子 以便他为你卖力 所以呢 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没有办法跟所有的人做朋友 没有办法让你周围的人快乐 因为你都不单纯 没有办法让周围的人快乐 让周围的人快乐呢 就是你自己是一个没有面具的人 那我们为什么要有面具呢 因为我们有目的 目的都是体制的名位权势厉害 所以会戴上面具 所以拆掉面具 拆掉面具呢 也就是回到单纯的意思 最后呢 作为所有朋友的好朋友 所以我会觉得 固然我常常讲儒家的哲学 我们要承担责任 要有使命感 要有服务的人生观 要勇于认识 这都是对的 没有错 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目的 只是这个事情本身 没有额外的个人的其他的目的 这样我们跟任何人相处 跟长官 跟同事 跟部署 跟同学 跟朋友 都 都是一个脸面 都是一套脸色 都是同一个人 而不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面具 不同的脸色 各位同学 你们发现就是说 你平常讲话是一个声调 但某些场合 你会突然改变声调 比如说有一个人你非常生气 你跟他讲话的时候 你声调就改变了 或者某一个人你非常的喜欢 你碰到他的时候 你跟他讲话 你声调有改变了 或者某一个人你非常害怕 你很怕他 你跟他讲话的时候 你的声调会改变 我们不断的变换 我们讲话的声调 另外就是我们不断的换面具 因为我们的心理很复杂 为什么很复杂呢 因为我们要了太多的东西 所以就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 所以就心思复杂 所以说碰到不同的人呢 会换不同的面具 换面具你看不到 但是换声调你听得到 好 所以各位你想想 一天当中讲话的声调 是不是同样一个声调 那跟同学讲话的声调 到餐厅买东西的时候 跟老板讲话的声调 进系主任办公室 跟主任讲话的声调 或者参加社团活动 跟社团的这个 学长学姐讲话的声调 或者你想要去参加什么比赛 然后呢 在那个比赛的场合 你讲话的声调 你会不会不断的 改变你的声调 其实声调改变的时候 就是我们人处于 非庄子状态 非庄子状态 当然不是所有状态都不好 但是不少的状态是不好 我们一直用我们最正常的 讲话的声调讲话 就是我们目前处在 没有什么额外的心思念头 欲望虚伪的状态当中 的讲话 就是我们平常讲话的声调 所以各位可以 检验你讲话的声调 来 反思自己目前的状态 就是不要戴面具的讲话 面对所有人都是同样的 讲话的声调 那就表示你面对所有人 都把别人当作跟你一样 地位平等 没有利害关系 你没有要欺负他 你也没有想要讨好他 你也没有想要从中得利 你也没有想要从中伤害别人 那你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都会有同样的声调 单纯 男女老少 人人都跟你亲善 都把你当作是好朋友 跟小朋友也可以做朋友 跟老人家也可以讲上几句话 那你这个人就是很庄子 很自在 你一定心里很健康 然后呢你也一定会是身体很健康 那你就会活到九十岁 然后没有什么病痛这样子 然后变成泥土 就是庄子要给你的人生制度 希望大家能够拿得到 我觉得庄子就是人间的天使 天使并没有要建立富裕强盛的国家 天使并没有要建立什么血汗工厂 天使并没有要统一全世界 天使都没有要做任何事情 天使呢就是来陪伴我们 让我们快乐的 让我们正常的 好 希望大家能够这个 得到庄子形态的智慧 所以当我们在这个 儒家 道家 老子 或者是这个 易经的六瑶的 体质性的思维 都了解清楚了以后 那我会觉得很有必要 要让各位同学了解一下 庄子形态的人生 就是你有时要把自己抽离出来 你要为社会服务 为社会奉献 你要知道六瑶的位阶 不要太白目 什么时候该怎么样 什么时候不该怎么样 但是有时候你也要抽离出来 这个社会啊 有时候没什么了不起 有时候很虚伪 你呢 想要做再多的事情呢 已经不会有好的效果 所以不妨从社会抽离出来 给自己一个轻松自在的人生 去追求自己想追求的兴趣 让你的人生打开另外一个世界 从此以后你还是过得非常的积极 非常的快乐 也许很忙碌 也许很自在 都可以 那就是庄子给我们的智慧 好 庄子给我们的智慧固然很好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个情况 我就是没有任何的欲望 没有任何的贪念 没有要求什么 然后也不想赚太多的钱 最后我有足够的钱 让我好好过退休生活 就当我要过了退休生活了以后呢 突然 好 家里有一个老人家倒下去了 然后呢 其他的成员没有办法 二十小时来照顾他 也没有额外的钱请外傭你来照顾 就算有请了外傭呢 还是需要有自己的亲人来回答 那这时候就只好我自己来 这是不是一种命呢 有时候这是一种命 或者是 这个 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我们自己的 壮年的子女呢 反而没有办法照顾他们 刚出生的婴儿等等 那需要六十几岁的老人家 来帮忙照顾他们 因为那是你的亲人 如果是社会上你做志工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样明白吗 做志工你要做就做 不做就不做 那是你的家族 你自己的亲人 你自己的长辈 你自己的晚辈 或你自己的同辈 你的伴侣 你的配偶 或你的兄弟姐妹 发生了一些事情 需要你去照顾 有些时候这就是一种命 这就是一种命 这样 那有时候你在一个机构里面做事 那这个单位里头 人数不多 三五个人 整天大家更多的时间 碰在一起 很多时候你在公司里头 所单位里面 白天 你的同事跟你相处的时间 是比你自己的家人 跟你相处的时间还要多 常常反而是这样子 虽然家人晚上跟你在一起 吃晚饭 吃早饭 中间都跟你在一起 很多人 好像在睡觉没有沟通的人 你一天的所有的情绪 决定白天 在职场上 这八个小时 同一个办公室里面的人 其中有一个人 对你影响更大 谁 主任 你是某一个单位的 然后呢 这个单位有五个人 这个单位有一个主任 然后这个主任呢 可能让你非常感冒 然后你刚刚来到这个单位 你需要这份工作 你短时间没有办法离开 你就得忍受这个主任 如果你有本事 好 我辞职 反正我还有可以养活我自己十年的钱 那你当然可以辞职 那如果你只有养活你自己十天的钱 你当然不能再辞职 之类的 所以有时候这就是命运 你会碰到一些特殊的考验 在人生的旅途上 体制内所有的事情都有智慧可以告诉我们 该如何应对进退 体制也有它自己的办法 自己的机制 来帮助人们解决各种问题 但你人做一个人 就有人生自己本身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体制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展观 问题是他偏偏跟你八字固定 你们两个个性有点犯错 总是相处的问题 人家就是这个领域里面 能力最强的人 做了这个单位的主管 展观 你也是这个领域的专业 你当然分配到这个单位里面 偏偏你就跟他个性固定 或者怎么样 或者偏偏你过去跟他有冤仇 这样子 那这就是命运 人生有些时候会碰到这种 没有办法抗击的事情 那叫做命运 所以我们体制内的哲学 孔子的智慧 老子的智慧 易经的智慧 以及我们智慧要讲的 人物质的智慧 都告诉我们什么场合 要如何来面对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智慧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还是会 还是没有真正的触碰到 那就是为什么偏偏是我碰到这种场合 那也许就是命运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人生的问题 就是命运的问题 除了人生的问题 命运的问题之外 人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死了以后 还有没有生命的问题 如果死了以后还有生命 而死后的生命 跟活着的生命 是有关联的话 那我现在活着的这个阶段 那我该死不过 各位同学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 不信你举一个例子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 都是主张人有死后的生命 各位同学 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宪法 告诉你人死后的生命 应该要怎么被管理 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宪法 规范了死后的死人 要怎么过于死 对不对 但是没有哪一个宗教 不再告诉你人有死后的生命 然后呢 基本上归他的上帝所管 归他的神所管 归他的世界所管 所以其实宗教可以说是另外一部宪法 那宪法呢 就是活着人的世界 的规范 怎么样都规范不到这一部分 到底有没有这一部分 这个问题跟人在死亡的过程 有一个生理现象的过程 都是同样的 非常重要的 人生最后一个终极的课题 那么在中国哲学的范头内 在这个问题上 能够提出非常清楚 而完整的理论说明的 是佛教 道教当然也提出非常清楚的 道教当然也提出很多的理论 很多的说明 但是细点太多 有点混乱 所以呢 不方便举出哪一个学派的明确的意思 但是道教当然是主张人有死后的生命 所以有道士 在人死后 帮忙处理死后的人 叫做亡灵 我们把他接引出来啊 把他引渡到哪里啊 把他唤醒啊 或让他不再痛苦啊等等 所以道士是被认为 有这样的能力 处理死后的人 他的灵魂的身心状态 好 那我现在要说明明 我们没有要做道士 我们就做那个会死的人 有一个死亡的过程 以及死后的生命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佛教哲学 在这个问题上 他确实是有整套明确的理论 来谈这个事情 但不只是佛教 基督教也是一样 回教也是一样 世界各个文化民族的宗教 都有死后的生命的主张 也都有告诉我们 活着的人 该怎么 为自己死了以后的生命 来做一个处理的生活的安排 也都有告诉我们 活着的人 去处理 即将死去的亲人 或者已经死了以后的亲人 如果我们要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 或者要沟通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 宗教都谈这一本 我们今天这个课程是中国管理哲学 道教跟佛教一样也谈这一本 道教系统太多 我也没有办法做有效的整理 但是佛教也非常清楚明白 可以理解的理论 所以我想借用这个课程的机会 来介绍给各位同学 佛教思想的特色 刚明 解答命运跟生死问题 这两个根本的问题 我刚讲人啊 碰到什么问题 用儒家还是老子 还是易经 还是人物质 甚至庄子 或蔡根桃 来帮你解决问题 都有 但是有时候呢 你要问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我是这个命运 我可不可以不是这个命运 那这就不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一些活人的哲学 体制内的哲学 或体制外的哲学可以面对 就只有直接去找一套 面对定运的世界观哲学 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 佛教的理论呢 就是因果报名 生死的理论 所以这个概念 其实所有的中国人 所有的华人 东方人其实都非常熟悉 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 它的意思 问题只是细节是什么不清楚 以及信或不信的差别 所以因果报应 国教有一句话 很清楚 欲知前世因 你想知道 你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 今生受准事 我这辈子过什么生活 什么事情好像特别容易 或什么事情还特别困难 那这就是我上辈子所做的事情 我上辈子做了什么事情的好事 我这辈子什么事情 就特别不容易 我上辈子做了什么事情的坏事 我这辈子的什么事情 就特别不容易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准事 所以你不用再去找人通你 不用去这个叫做催你 你看你这一生 什么能力是早就具备了 然后呢 什么样一种形态的人际关系呢 特别不顺利 按照这一套因果轮回的模型 你就可以知道 那你以前大概做了什么 所以你也不必去刻意的追问 你就是理解目前自己的情况 然后呢 那同样是这一套理解 可以告诉你怎么面对怎么化解 怎么面对怎么化解呢 那就是发挥你的长长 那你要努力的成长 在你具有竞争优势的部分呢 提枪快速成绩 创造更好的资源 为社会 为自己累积福报 这就是在你有优势的部分 至于在你自己特别不顺的项目呢 那你就是要忍受 要懂得忍受 要接受 最坏的情况就是这样 你就承受 而不是不承受 抗拒 甚至去用暴力的方式去对付 去发泄 使得情况更加的糟糕 更难你承受 而这一切一切呢 都会进入我们轮回的生命当中 下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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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来承受 因果报应轮回的理由就是这么简单 非常的清楚 好 因着这样的一套理论 所以生命的意义呢 其实就是一个经验的理程 就是让你去经验 喜怒 哀乐 爱恶 爱恨情绪 让你去经验风的感觉 声音的感觉 温度的感觉 让你接触触觉 听觉 嗅觉 还有心灵的感受 然后呢 在这一些经历的过程当中呢 就不要执着 不要 只要好的 不要不好的 只要好的 就拼命重复这样子 不好的呢 就一直抗拒一直抗拒 或怎么样 这叫做执着 因为生命就是一个不断经历的理解 当你不执着 你就不断的经历 然后就来来去去 然后不断的变化 不断的来去 不断的经历 经历的越多 你经验越丰富 你越知道 下一次碰到同一个状况的时候 该怎么面对 你就事事无碍 走到哪里 处理什么事情 都举重若轻 但你如果执着的话 因为事事还是不断的变化 你如果执着的话 好的想要持续的拥有 但是其实好的就让你经历一次 然后呢 要换别人经历 然后呢 别人也只能经历一次 然后要再换第三个人经历 就你第一个人就要重复经历三次 第二个人跟第三个人都没有机会 就恨你都跟你结仇之类的 所以你什么都可以经历得到 但什么都不要去执着 你就不断的经历 然后就经验丰富 然后就充满了智慧 然后自己就不会有什么麻烦的问题 碰到别人有麻烦的问题 你还能够开导 告诉他怎么处理 就是在帮助别人 就在救命中 好 但是呢 绝大多数的人 几乎所有的人的生命呢 都是在过去所有的经历的过程当中 在这件事情上执着 在那件事情上执着 所以呢 在你新的一期的生命的阶段里面 这件事情跌倒 那件事情困难 这个时候走到生命的这个阶段 出现了这个麻烦的原因 挡在我的前面 我既要这一个专长发挥我的能力 偏偏碰到一个很讨厌的长官 让我吃尽了苦头 我又没有办法绕过他 所以结果就发现人生充满了痛苦 发现人生充满了痛苦 于是如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 解脱 痛苦 所以活到这里有一个理论发展的阶段 最早呢 就是看到人生充满了痛苦 这样子 最简单的痛苦 就是生老病死的痛苦 其他的痛苦呢 就是 求不得 爱别离 愿真会 好 生老病死 这我不用解释 大家都很清楚 求不得就是你想要的 你就是得不到 想要买一台钢琴 就是家里没有钱 好 想要 想要参加毕业旅行 偏偏那个时候 这个爸爸出车祸 这样子 求不得 爱别离 你喜欢的人 就偏偏不喜欢你 或 你喜欢的人呢 偏偏他要去当兵 要当女人 或 你喜欢的人呢 要出国留学 那个时候还没有适次 这样子 爱 别人 爱的人 你喜欢 还有更惨的 要愿真会 就是 你讨厌的人 偏偏来跟你相会 这样子 好 就是 分组的时候呢 分辨到这一组 这一组呢 正好有一个人是你非常讨厌的人 那你这个学习的小组讨论 你都得跟他在一起 这样子 我到了一个公司上班 进了你的办公室 你的主管 好 居然就是小时候欺负你的那个人 他想说正好阳雾无可 继续欺负你 好 愿真 会被生命当中充满了种种的苦 原始国家给我们一个离苦得乐的方法 这个方法很特别 这个方法呢 不是叫我们解决困难 冲破难关 好 而是他告诉我们 所有我们觉得痛苦的事情 都是因为我们对于不痛苦 有一个欲望 他叫我们直接不要那个欲望 就不会有这个痛苦 好 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 到了毕业旅行 你偏偏就是没钱 所以没办法参加毕业旅行 非常痛苦 他告诉我们解脱这个痛苦的方法就是 不要去想要去参加毕业旅行 以便获得毕业旅行的快乐的满足 就是苦行 以解脱 痛苦 这个物质上面的一种享乐 舒适的空间 舒适的环境 但是你得不到 所以你很不舒服 他告诉你说 你不要有舒适的环境的需要 你就干脆直接到更不舒适的地方 在那里活动 这种更不舒适的地方 你都能够活动得轻松自在感觉不痛苦 那么原来那个不是那么舒适的地方 你就会觉得像是天堂 物质的需求 人际关系的需求 心灵的需求 所有的需求呢 都是我们对于我们可以经验到的人生 一种没有必要的欲望的执着 而这个执着 当它不能满足的时候 所以我们痛苦 我们需要被人家尊敬 但是就偏偏也有人说我们的坏法 痛苦 我们就不要有需要被人家尊敬的欲望 因此当别人并没有尊敬我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痛苦 撤消所有你的欲望 你就不会因为欲望无法满足而痛 这就是原始佛教给人家的修行方式 叫做解脱论 解脱痛苦 解脱痛苦的方法就是苦行 苦行就是去过欲望更少的生活 去过根本没有享乐的生活 不是有钱的人 不是有权利的人 然后呢 不是能够睡在很舒服的床部上的人 不是能够吃香喷喷的色香味俱全的 美好的中餐晚餐的人 而是吃什么 就起食 人家给你什么 就吃什么 叫普食 不要睡在房子里面 不要睡在床部上 要睡在外面的树下 不过各位同学 印度人可以睡在树下 艾斯基摩人呢 不能 会冻死这样子 所以佛教在印度发展出来 他们可以睡在树下 大家不用模仿这样 再过一个月 连台北也不能够随便睡在树下 好 因为很炎热嘛 所以晚上睡在树下 所以晚上睡在树下 不要睡在舒适的床部上 最后一觉醒来发现 哎呀 这棵树睡得蛮舒服 明天继续在这棵树下睡 就有人也想在这棵树下睡 那我就跟他打架 那样子 把他给杀了 折成 错 那棵树 不可以这样 这棵树睡得很舒服 很抱歉 明天得换一棵树 好 一树 每棵树只能睡一个晚上 意思就是什么 苦心 还是苦心 不要有任何欲望满足的食物 当你过这样的生活以后呢 你就不对任何身心 什么灵的理想 或者是享乐 有任何的欲求 你既然没有欲求 你就不会受到欲求得不到的痛苦 的折磨 你将没有痛苦 没有痛苦就是离苦 离苦就是得乐 解脱论就是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以后的生活是什么呢 重新回到自在的生活 什么意思呢 生命就是一个无尽的经验的意见 环境是什么 我们就经历什么 都不要执着 从此可以经历无穷的经验 过去就是在经验的过程当中 停留下来 执着这个执着那个执着这个执着那个 要这个不要那个 要那个不要这个 就形成了我们的这个习惯性 这种习惯性就会强迫我们 非要这个不可 结果得不到痛苦 这个习惯性就会强迫我们 一定不要那个 但偏偏他就要来 那我们又痛苦 这样子 所以要不痛苦 就是没有习惯 习惯就是习性 习性就是业力 没有习惯 没有习性 没有 其实是说执着的习惯 执着的习惯 你就不会碰 好 这个话简单讲 就这样子 要复杂讲 还有很多名词 很多我们就不讲太复杂 这是原始佛教的观念 然后呢 到了大乘佛教 提出另外一个观点 就是 假设你真的 离苦得乐了 解脱了 再也不因为自己的 无谓的执着 形成的习惯 带来的痛苦的生活 而是一个自由自在快乐 永恒的生命 那以后 当你看到别人还在执着 而痛苦的时候 其实对自己来说 生命尚未完满 因此我们应该去 帮助别人 陪伴别人 提醒别人 让别人远离苦得乐 所以大乘佛教 另外一个修行的观点呢 就是 帮助别人 救度众生 原始佛教的修行观点 就是苦行 苦行呢 就是 减少欲望 不要有欲望的生活 那就是 简朴的生活 朴素的生活 生活里面有什么就用什么 没什么就不要用什么 简朴的生活 朴素的生活 等于苦行的生活 那大乘佛教呢 就是救度众生的生活 好 原始佛教是不断的苦行 不惯的苦行 结果呢 我们没有任何的欲望 终于解脱了 也不再生死轮回了 请注意 原始佛教 一样是预设 轮回生死的生命观 佛教是印度的宗教 印度在佛教出现以前 有很多的宗教 所有的宗教都是 对生命的认识都是 生命是一个轮回的生命观 轮回的生命观 那么佛教作为一个改革 改革就是 最重要就是 这个世界不是某一个神创造 所以神可以宰治 也没有这样的神 你的痛苦是因为你自己 执着造成 你放下这个执着 不要刻意去享乐这个 刻意去享乐那个 那你就不会因为得不到乐而痛苦 你就离苦得乐吧 所以你自己可以 离苦得乐 然后你还要帮助别人 让别人也离苦得乐 死的人都离苦得乐 这是大乘佛教的理想 但是当帮助别人离苦得乐 你必须重新学习 帮助别人的知识跟能力 所以就算你还没有离苦得乐 像原始佛教成就一个觉悟者的角色 我们现在是凡夫众生 我们就要同时做两种修行 第一种修行就是 离苦得乐 苦行 朴素 简朴 简单的生活 不要有额外过度不当的欲望的执着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学习帮助别人 学习各种能力 改善社会帮助别人 那是菩萨道行 菩提心 这两种方式 同时是应该修行的方式 好 这一套东西我们 这个下周上课的时候 在位同学细讲 好 下课 不停 不停 感谢观看